怀仰树枝真是我们的福音 不管啥东西只要往里倒入一点怀仰树枝 那都可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高价艺术品 那在上期我们就见识过 老外用怀仰树枝打造海底沉船景象 看到最后成品那刻简直惊艳重人 然而今天老外又想用树枝制作一把巨型斧头 那我们就去学去吧 只见小哥先是在塑料泡沫上裁剪出斧头的造型 为了更加坚硬 还在上面涂抹一层黑色水泥 随后小哥拿出大了黏土 然后将斧头放上去 可小哥依旧没停歇 准备许多白色粉末 然后加入对比例的水 搅拌均匀后便全部往斧头上倒 等待凝固后一把斧头模型大功告成 接下来小哥准备三杯还养树枝 为了更加惊艳 还往里面滴入颜料 搅拌均匀后小哥就在斧头模型里 放入几块烂木头 随后就把还养树枝给浇上去 再次等待凝固后便用刷纸打磨光滑 而一把经营剔透的斧头闪亮登场 不得不说小哥还有两把刷子哈 视频的结束我们来玩个小游戏 你要是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 那么我就叫你爸爸 喜欢我就点击收藏和关注哦 每天给您分享不一样的游戏视频